那年夏天,还是一名小学生的赤木钢线 对他的好友青田龙燕,质地有声地说道 总有一天,我要率领球队,称霸全国 青田则希望赤木可以和他分享柔道带给他的这份喜悦 赤木以柔道不够优美为由,拒绝了他 夫至四海,万里游临 而另一处细节却很容易被大家忽视 那就是外形粗犷彪悍,向来以严肃认真示人的赤木主将 竟然还会在乎耍衰 想必他亦是一个心思细腻的男孩 心有猛虎,细袖强微 这一点不得不再次感叹作者景上雄燕细腻的展现手法 正如中年人阿牧那压抑九十,不吐不快的低声呐喊 赤木看上去,比我还老 生入初中之后,赤木就读于北村中学 在加入校篮球部那天 他结识了那位陪伴了他整整六年的同窗好友兼队友 木木公言 赤木在二人初次结识之际便质地有声地告诉对方 我叫赤木刚线 志愿是有朝一日能够称霸全国 这口气,像极了那个在初登球场之时 便大声高喊着要打倒仙道的篮球新丁 谁没年轻过,谁没鹰鹐过 然而对内的训练却每每枯燥乏味 那些意志力不够坚定的年轻人们 一个又一个选择了退出 当这一念头再加入篮球部 只是为了强身健体的木木脑海中闪过之时 木木温吞地问向赤木 你可有想过要退出 而赤木则坚定地达到 一次也没有 当初中时期最后一次县区比赛结束之后 北村中学以六分之差 戏败高桥中学惨遭淘汰 队内的球员以这是我们三年来最好的一场比赛 不断安慰着自己 赤木则在一旁低头不语 木木哭泣着对赤木说 我不想就此退出 因为我喜欢篮球 赤木听霸对他说道 在高中称霸全国吧 怀揣着这一朴素的信念 赤木进入了湘北高中 随他一道的还有眼睛小哥木木 在高一正式加入湘北篮球部那天 命运第一次开始眷顾起了这位屡长败继的少年 初中MVP三井兽 追随着安熙教练 就这样成为了赤木的队友 虽然这一时期的赤木技术粗糙 甚至在队内训练时 还被队友笑话不会运球 罚球更是自己的一大短板 但是当他看到球技精湛摄数稳健的三井之后 心中第一次觉得自己和梦想的距离更近了 然而上天再次跟赤木开了个玩笑 伴随着三井在训练时膝盖受伤 且没有谨遵遗嘱老老实实养病 昔日的MVP在看台上 遥远地望着一只独秀的赤木 眼底满怀落寞 旋即转身悄然离场 这一走赤木再度变得孤立无援 当高一那年的限达赛预选赛开始后 湘北输给了得分超过自己一倍之多的速度工业 赤木跪在地板上满事不甘 队友相互之间却从容地说道 我们已经尽力了呀 彼时看台上的海南王者阿木 注意到了这位县内的优秀中锋 心里暗自感叹 假如他身边有一帮好队友 他是可以很强的 两年后 当阿木和赤木正面交锋之际 木也告诉了赤木自己真实的想法 赤木 你是第一个得到我尊敬的对手 升入二年级后 赤木比以往训练的更加刻苦 新加入球队的篮球新人们 却一个又一个陆续离开了 因为他们认为 打篮球只不过为了打发时间而已 这一次赤木没有对选择退出的队员 再次加以劝洁 只是微微一笑 和你打球 真辛苦呢 下重不可遇于兵 直到一位叫做工程良田的新生加入 让赤木再次看到了希望 但是昔日的队友三井 却硬生生地把工程送进了病房 在和陵南队与县大赛遭遇之际 虽然赤木玩爆了对方的内线余住 但是却被一个叫做仙道的家伙 在湘北头上砍下47分 至此梦想再度破灭 当这个故事进行到这里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觉 赤木就好像那个卖草鞋的刘备 市井草莽 一介不一 但是每每与人交谈 言必称匡富汉士 就天下苍生于水火 然而这番言论 却屡屡遭受旁人无尽的白言与谩骂 经历着无尽的孤独与不甘 直到他遇到了关章二人 虽然他们一个卖草 一个卖肉 但是这一次 终于没有人再问玄德 今天生意怎么样 又赚了多少钱 此刻没有人再嘲笑他的梦想 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 赤木终于等来了他的关章 新生流川和鹰木 以及归队的三井和工程 此时的一群人 拥有着一个同样的梦想 称霸全国 我们一起啊 这一刻让我们再次品读阿木的那句话 赤木你是第一个得到我尊敬的对手 这是什么 天下英雄 为始军与操尔 三年级的赤木 率领着湘北篮球队 就这样踏上了 称霸全国的最后一次征途 在县大赛的时候 他们一路过关斩将 有惊无险地赢得了 全国赛的入场权 那一天的赤木 哭成了泪人 鹰木走过来 挽着他的肩膀 对他说道 去列队吧 一如当初赤木曾对鹰木说过的那一模一样的话 这一刻他终于不再孤独 虽然在全国大赛中想被未能夺冠 甚至在第三场比赛中计早淘汰 但是他们战胜了不败之师山王公业 一切看起来似乎并非牢不可破 而也正是在和山王较量的比赛中 赤木升平第一次遇到了那个他无法战胜的男人 直至赛程完结 赤木最终也没有如愿以偿地称霸全国 他的梦想到了也没能实现 然而我想说 梦想不一定是用来实现的 而是用来接近的 在赤木渐渐接近梦想的过程中 他也在不断变得更强 To be a better person 这本就是梦想之于赤木的终极奥义 故事的结尾 赤木选择退役安心备战大学的入学考试去了 这一点非常符合赤木的学霸人设 赤木这样的家伙 从来不是只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 他更应该努力做好的 是自己此时此刻正在做的事 钓鱼成可贵 篮球价更高 若为学习故 二者皆可抛 他是湘北篮球队的主将 但首先是一名学生 接下来我们针对漫画中的一些细节 来对赤木钢线的人物特质展开分析 首先是有关漫画的三大基础设定 第一 赤木是第二男主 灌篮高手这部作品櫻木花道毫无疑问是第一男主 但是二号人选却并非流传 无论从戏份情感以及影响任何一个角度 赤木钢线都是漫画中第二男主的存在 所以这样的一个角色对整部作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第二 湘北 首先是赤木的湘北 湘北篮球队能够在漫画中大放异彩 真正所仰仗的核心并不是一个又一个新人的加入 而是赤木的坚守 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湘北之魂 世人只到战至平局后的压哨三分 却每每忽视了先前铺垫的那好几十分 湘北这支球队 任何一个位置上的球员都非不可或缺 唯有赤木无法取代 他正是那巨人的肩膀 第三 湘北本就很强 当然这一点是在赤木深入三年级而言 灌篮高手中的关键比赛 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那就是湘北一路走来跌跌撞撞 似乎每场比赛都打得一场艰难 所以会觉得湘北的胜利又燃又爆 然而实际上这只是作者的手法 目的就是为了使情节精心动祸 如果不是每场比赛都给湘北debuff 那会显得湘北的胜利太过轻而易举 比如在和灵南的第一场练习赛时 赤木被迫受伤下场 进而安排新丁鹰木上来打乱节奏 等赤木再次返场之际 刘川又因体力不济而下场休息 这场比赛之中 赤木、刘川、鹰木三人同时在场的时间 只有最后两分钟 有没有攻城和三井并不是问题的重点 待对阵祥阳高中时 以赤木为代表的多数队员们 又爆出了心态问题 导致迟迟进入不了比赛节奏 初期赤木更是被花形压着打 和海南大附属的比赛中 赤木再度受伤 可以说是强忍着病痛打完的比赛 等到了决定出现权对阵灵南的比赛 直接安排安西教练缺席 比赛中发生的所有状况 只能靠球员自己来应对 只有这样才能塑造出 湘北晋级之路的艰难 而这其中又有一个细节 那就是在全国大赛之前 湘北只输过两场比赛 一个是和灵南的一番战 另一次是交手海南 而在这两场比赤之中 赤木都曾伤病离场 由此不难看出 赤木之于湘北何等重要 而有关球技方面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和山王的比赛 赤木作为当之无愧的 神奈川第一中锋 在面对全国籍的大和田时 可谓是高山扬指 被对方看穿了 自己技术上最大的缺陷 那就是一旦离开三秒区 武功便费了一大半 这一刻 时空错位斗转星移 赤木变成了鱼柱 和田成为了赤木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曾经你是你 现在你是他 也正是因为这一战 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赤木的天花板 预示着接力棒 已经到了交接的时刻 江山带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自此赤木退出历史舞台 流传和鹰木的时代 正式开启 灌篮高手的故事 依旧在上演 而赤木的故事 则至此画下句点 有关赤木钢线 这个人物的优秀品质 以下几点 是最为打动我的地方 首先是他杰出的领袖气质 这不仅仅只是 统领一帮问题球员 这么简单 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 湘北的这些球员们 从来都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他们只是篮球队的队员 这里也是我认为 作者利益高远的地方 如果仅仅只是为了 刻画一帮好朋友 在球场上携手厮杀 共度青春的故事 那其格调则未免流于俗套 赤木的朋友是木木 工程的朋友是才子 三井的朋友是铁男 鹰木的朋友是杨平 流川的朋友 呃 是篮球 赤木和队内除木木外 其他人的相处 从来都不是 朋友间的相处模式 这里才是赤木作为队长 真正厉害的地方 我跟你不熟 也没有什么交情 但是训练 我必须要带好 管理必须要做好 比赛必须要打好 这就是他身为队长的责任 第二点 是赤木早先很有可能 并没有那么热爱篮球 年少时的赤木 可能只是因为打篮球 很帅而开始打球 中学时期 则借由他队友们的言语 在一定程度上 侧面表达赤木的想法 他又何尝不是认为 篮球可以强身健体 但是这其中 有两处精妙的地方 一个是木木在初中 最后一场比赛后 对赤木所说的 自己现在爱上了篮球 我认为这同时也是 赤木心里的真实写照 也许他当初 并没有多喜欢篮球 但是随着在某一特定领域 持续深耕 他渐渐真正的爱上了篮球 越打越爱 越爱越打 暴风雨终将过去 但雨期干等 不如学会在雨中跳舞 另一个则是 相较于篮球 赤木更加渴望的是胜利 是赢 和山王交手时 面对自己难以翻越的大山 赤木终于得来进一步的蜕变 即便把球分出去 即便自己只是绿叶 即便乖乖去给队友挡拆 也并不耽误自己赢啊 赢球才是首要的 而也正是这一点 引出了赤木 一直以来最大的短板 也是他相较于 真正的王牌球员 所欠缺的那一丝气魄 我称其为 学霸的苦恼 在每一场关键战役中 我们能够注意到 赤木的心态总是不稳定 时而恐惧 时而忧虑 时而自我怀疑 这一点简直是人间真实 差省考试的时候会紧张吗 打开试卷发现啥都不会 他顶多会懊恼 会后悔 那些真正紧张的 做完卷子翻来覆去 检查好几遍 生怕哪里有疏漏 甚至前天晚上就开始失眠 出成绩之前是查不思犯不下 跟同学聊天都那么没精打采 整日提心吊胆 忧心忡忡 等试卷发下来之后 发现比自己预估的分数少了一分 于是紧接着哭天喊地 要死要活 这种人 不敢说都是学霸 但一定是对成绩有追求的人 这正是赤木的不可言说之伤 更何况这是他的最后一届比赛 此时的他太想赢了 当然 以上存在一定的玩笑成分 有关赤木心态问题的最大症结 其实很难归结于性格层面 更准确的说法 这和他的经历有关 因为赤木在以往的比赛中 从未有机会可以遇到真正的强者 缺少真正意义上的试炼 成长是要依赖路径的 赤木几乎每届比赛都是一轮游 根本没有机会得以开眼看世界 虽然他的训练异常刻苦 但是却并没有和真正的高手较量的机会 每每独来 未免心酸 如果他可以早一点遇到 而赤木钢线最了不起的地方 也恰恰是这里 纵然委屈 即便心酸但从不放弃 他始终相信尘埃里会开出一朵花 因为曾有满天星光亮透胸膛 所有这一切正是来自于他十年如一日 对梦想的坚守 正如我前面所说 真正改变湘北局面的 不是靠着新人流传和鹰幕的少年理想 而是这位三朝元老 长久以来对梦想的坚持 正如那些真正改变世界的 大多并非来自十几二十岁心怀梦想的年轻人 而恰恰是那些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甚至六十岁 仍旧还在坚持着他们少年理想的那些人 所有人都曾像鹰幕花道一般年轻过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如赤木钢线一般长大过 但死定了 感谢观看